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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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具體的政策就差不來知道 不要你這麼猜 但起碼你會看到相對於之前來說 就是之前的政策 當時的市場氣氛都未必那麼好 也沒有9月26日宣布一些 接下來會有一些很增量的財政政策 我想時間性方向同日而餘 當時上海這次是五個主要的城市 情況是很不同的 至乎大家感覺到不是個別城市去做 是商務部主導連同五個主要城市 立即聯想到就是爺爺吹雞 爺爺吹雞的東西當然威力會大一點 這個不是單一事件 我們還可以衝敬星期五 會有另一些不知幾萬億的財政政策 所以我們幾件事加起來的話 應該感覺是會良好一些的 所以那個威力寄望就會大一些的 但是怎樣都好 我想 如果你說我覺得這些措施沒有的就沒有了 沒有用的 那你不應該看好港股 那你就看未股 看其他東西了 但是你說真的都想在港股裡面做一些部署 那你跟著那個方向 你當是炒也好 實際也好 那你就應該看著這些方向 看品那個就一般的 因為看到之前Like 第三季的貴積就不太行 一定會再細節 你看Like 的 Wholesale 和 Retail 是差了很遠的 所以 Wholesale 是OK的 Like 賣了比較多的貨品給中間人 但是那些中間人是銷不到的 那這件事就代表著在第三季裡面 那些代理商是會積壓了比較多的負存 當他們積壓了比較多的負存的話 Like 也說得明白了 我幫你去負存 那就是劈價 當Like 劈價的話 其他商類近的公司的壓力就會來的 以前來的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價格 舉個例子 500元我買Like 200元我買安達吧 你減 我都減 就是一個互劈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對於第四季體育用品股 我知道有政策是支持這個內需 但是如果在這麼多種內需裡面 我維持之前的判斷就是 我對體育用品股不是特別看好 相對上來說 第一個範疇就是餐飲 你想搏的話 餐飲應該是其中一個最容易受惠的 先不要說是不是消費券 當你的感覺好了 你未必要馬上去賣樓的 第一家人吃餐好的日子很正常吧 所以我想餐飲是其中一個可以留意的 另外我會說的是2319無牛 我想周期應該完結了 你看到走勢都相當靚仔的 如果在這個大概 如果你說之前9月中 去到10月7日的那些不用說了 那個跟大市的而已 不是很關自己的基本因素的事的 但是如果你從大概10月17日這些位置開始看回的話 相對大市打橫走 相對其他股份打橫走的話 其實它是矮直上樓梯 不斷上緊的 那走勢似乎漂亮的 所以我會覺得 除了剛才所說 行業計有一些喜歡 一些不喜歡之外 如果你問我個別的話 那麽無牛是可以留意一下 那今天升得不是算太多了 1.幾% 但是我想如果可以落回 大概17元附近左右 就是大概是這個20天線左右 因為10天線就是16.17元 20天線是17.1元 那股價就是17.9元 其實如果10天線加上20天線的話 就可以看到股價領先10天線 10天線領先20天線 而最近的走勢 或者是上樓梯的話 就相對漂亮一點 所以從基本因素 政策主導 技術走勢 三大因素的話 相對於你問我啤酒 我覺得奶會是好一點 因為啤酒有另一個問題 我看看 可能這樣會升很多 那就是說來無謂 即是升少一點 說要啤酒 原因是啤酒為何做得這麼慘 很正常地 在家裡有些便宜一點 出去有些貴一點 還有商用市場 或者叫夜店 夜場 其實是在家裡喝幾罐 但是搞派對真的可以喝很多 所以一些活動 隨著經濟筆景的話 都不用去談生意了 大家對他們的消失 特別是這幾年 啤酒是打高端的話 其實是衝擊大的 你看到白威 華潤等等的股價 一定是升了一層的 但是近來都是橫行 而不是好像2319這樣向上 這個就是基本因素的主導 你說問我 奶還是啤酒 我喝就啤酒 但買就買奶 這個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參考 ETNET 三十週年 專注用心並肩超越 ETNET 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